女孩来医院卖卵子 还让医生多取几颗 医生说一次取太多对身体不好 但女孩希望多卖点钱 而且我年轻 恢复得快 原来这是一家收卵子的黑诊所 来这里的都是缺钱的年轻女性 靠贩卖自己的卵子赚来大量金钱 不得不说赚钱确实快 转眼女孩就从灰姑娘变成了白富美 出入各种高端商场 看上什么买什么 刷卡丝毫不手软 提着大包小包回到廉价出租屋 吹着破旧的电风扇进入梦乡 风扇静止静夜地一直吹 躺着的女孩却一动不动 渐渐地连呼吸都没了 女孩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 这则消息很快在网上传开 大家认定凶手是电风扇 因为风扇一直对着女孩吹 吹走了口鼻处的空气 导致女孩窒息死亡 但身为医生的小帅却不这么想 他要为电风扇伸冤 为了找出女孩的死因 小帅申请参加尸体解剖 法医把女孩的肚子剖开 发现女孩肺部积液严重 严重影响了肺功能 从而导致窒息身亡 肺积液可能由炎症引发 但女孩身上并没有发炎症状 只有手臂处有一块淤青 此外 女孩的卵巢也有些水肿 却并未发现卵巢疾病 可是水肿又不致命 法医最后下了结论 凶手只怕就是电风扇 但小帅坚持不信 准备找女孩的家人问问情况 独居女孩一边睡觉一边吹风扇 第二天却不明不白地死了 所有人都认定凶手就是电风扇 小帅却觉得网友们柯南看多了 他找到女孩母亲询问情况 母亲说他们家以前很富裕 所以女孩娇生惯养长大 但一年前丈夫做生意失败 生活质量一落千丈 女孩就不怎么跟家里联系了 每次打电话就是要钱 小帅又问女孩有没有疾病 母亲表示女孩一直很健康 小帅带着疑问来到女孩的出租屋 一进门就被锁扣撞了一下 他没多想 走进了房间 首先他向电风扇表态 说完大概被自己二道了 又假装若无其事地开始找线索 屋里摆是非常简陋 但女孩的衣服包包全是奢侈品 小帅从抽屉里找到些纸痛药 但卵巢水肿并没有什么痛感 女孩也没有其他病症 吃纸痛药干什么呢 接着又发现日历被标记得乱七八糟 可惜并没有什么有用的线索 小帅又去到女孩工作的餐厅 同事说女孩十分公主病 天天踩着高跟鞋来上班 犯了错还跟顾客甩脸子 小帅又问女孩平时有没有不舒服 同事回想起来 在女孩死前经常呕吐 她还猜测过女孩乱搞怀孕了 但女孩的脸色也十分不好 还经常咳嗽喘不上气 听完这些小帅疑惑更深 另一边警方意外查到点线索 有人举报一个黑老大贩卖器官 黑老大说自己只是在放贷 还提供了放贷的账本 警方找来账本上的人对质 对方表示只是借了些钱而已 说着说着突然咳嗽起来 看着还有点喘不上气 你相信电风扇能吹死人吗 有个女孩吹了一晚上风扇 第二天就离奇死亡了 警方查到一个放高利贷的黑老大 发现黑老大放贷的对象全是年轻女性 其中就有被离奇死亡的女孩 女警得知女孩死前的症状 瞬间想到了那个找来对质的女子 也是咳嗽加呼吸困难 女警赶紧找到该女子 将女孩死前的症状告诉了她 女子被吓了一大跳 女警劝她把真相说出来 你俩症状都一样 万一你也哪天一睡不醒了呢 女孩当即不敢隐瞒 与此同时小帅遇到了以前的病人 这位女士一直怀不上孩子 如今却已经怀孕五个月了 是因为有人提供了卵子 还顺嘴问了句 取卵很疼吧 小帅灵光一闪 急忙来到女孩的出租屋 翻开那本日历 猜测上面标记的可能是排卵期 掐指一算 终于明白了一切 取卵前要打激素刺激排卵 想起女孩胳膊上的瘀青 肯定是被锁扣撞倒掩盖了针孔 她立即到停尸房查看尸体 果然发现了瘀青下的针眼 又让法医检验女孩卵巢内的激素含量 一查果然严重超标 至此一切谜团都解开了 女孩因多次注射激素 又频繁取卵子导致卵巢水主 体内激素紊乱引发了胸腹积水 又发了呼吸窘破综合症 所以女孩才会咳嗽呼吸困难 跟电风扇没有半毛钱关系 真相揭开 收卵子的黑老大落网 抽取卵子的黑诊所也被抄了 无辜的电风扇也沉冤得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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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